有風來關心第一點最新的政底消息 現在有消息說 就鋒海集團創辦人過台邊 有可能會突動來參選總統 另外台北市市長瓜文哲 會定義某團消息出來 說瓜文哲在進行 就可能來到國管市 跟買中來記民 也有可能提早來報局 它就是來報到2000人數的所在 那是瓜文哲這個下令 有可能就會專力來替過台邊 來衝人數 人數50萬不是問題 也有消息說到八次瓜文哲的買中 都會來支持過台邊 會知道瓜文哲也站在上官的記者 接受訪問 這個涉及專業 我不敢回答 因為這還是一樣 要看你算自長性 不過一般來講 也不可能完全要求自長性 所以一般來講交通建設 我們都不至於太反對 我也去過平洞 那個潘崩安也跟我講過 太主張高鐵要到平洞 不過是這樣 要走哪一條路線成本多少 那個還是涉及專業 所以專業物理專業解決 就是說成本多少 時間要多久 然後預期回收多少 不過這樣 台灣的高鐵一般來講可以回收 還是造證 在都市開發 所以那個 問題是我們常常 交通線坐下去 都市開發錢都被財團斷掉 也不是政府斷掉 所以才會造成那個自長性的困難 來 請 各位市長想問一下 郭柯聯盟的聲勢好像有點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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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里关